第192集 他转过头,看向左右,这一转头,他才发现左右众人都是在看向他,目光惊疑不定。 顿了顿,中山君打了一个哈欠,他右手一扬说。 啊,多,言辞杂杂,怀然有理,退去,退去,多,尖色而尽不得。 看施贼,姑兄们爷,施领姑,兄们爷。 魏洛静静地看着众人一一退去,等最后一个人出了房门时,坐得笔直的魏洛才僵硬地动了动,他的背心已经渗出了汗来,刚才他是看似镇定,可是再来几个剑客,他真不知道自己还扛不扛得下。 光是刚才那一剑,便令他的胸口翻叫着痛。 父,夫人? 声音小小,是那势必在叫唤,魏洛闭着双眼,懒懒地靠着他,没有理会他。 那势必惊疑不定,神色复杂地看着魏洛,看着看着,他瞟向他膝头的竹剑,额头上冷汗津津而下。 今天下午,我还帮他剑剑来着,没有想到,这玩耍的东西,还真能伤人呢。 那势必心中七上八下时,他不知道,魏洛的心中,也是七上八下。 本来,他是不愿说出自己真实身份的,可是当他听到,中山君用那种色语的口气,跟那个康君说要一起玩时,他慌了,他真的慌了。 想来想去,晋夫人这个名号,暂时是跟定他了,当此危机之时,他也只能借这个名号,来镇住同为一国之君的中山君。 这个时候的他,已经顾不得,会不会因此,身份暴露,招来楚人的毒手。 他,现在只能是顾及眼前了。 不管如何,这一关,总算是暂时过去了。 他想到这里,轻轻地吐了一口气。 精灵坐在书房中,那日得到阴云的鼓励之后,不过几天,便已经精神大为恢复,已经能处理一些轻松的事物。 他笔直地跪坐在榻上,精灵低着头,翻看着竹简,他的动作从容和缓。 一阵脚步声传来,嗖的一声,精灵抬起头来,紫叶般的双眸一顺不顺地盯着门口。 一个剑客走了进来,他朝着精灵双手一拱,朗声地说。 君上,顺功首阅,成子于阅,宽子于旗,今有消息传来。 顺功,成子,宽子等人,都是精灵安插在诸国间的一步棋。 如顺功,他的任务便是替精灵收集楚无阅地的宗师,还有墨加油侠的诸般举动。 自从在魏洛和宿那里,学得了用剑的重要性之后,魏洛已经是处处用剑了。 精灵朝那剑客点了点头说。 娘,诺。 那剑客打开手中的竹简,朗声地念着。 顺秉亲侯,甲丑之日,夫人被楚人伏击,楚人比乌,以楚昏等四位宗师围攻夫人一人。 夫人背上所重之剑,已然透骨入葬,据当时牧师者言,夫人万无姓礼。 夫人万无姓礼,背上所重之剑,已然透骨入葬,夫人万无姓礼。 一时之间,天昏地转。 精灵扶着额头,整个人也是支撑不住了,整个人向后一歪,撞得踏击砰砰地翻倒在地。 几个剑客和弓壁一冲而入,他们急急地围上精灵,那为首的剑客伸手探向晕倒在地的精灵的鼻息,这一探,他的脸色刷得一下惨白一片,那剑客泪流满面,嘶哑地立合着。 来人哪,来人哪,夫,夫,请大夫,请,请,请物事。 一阵乱七八糟的脚步声,叫嚷声,哭喊声中,那负责见识,搜集了各国奸细们传来的情报,刚刚才进入新田城的剑客,目瞪口呆,错愕地看着这一幕,此时,他的手还保持着捧起竹简,展开朗读的姿势。 弓壁剑客们团团乱转,大夫和乌急急地赶到时,躺在地上的精灵动了动,慢慢地睁开眼。 他的目光目然无神,他先是呆呆地看着乌梁看了一会儿,然后闭上了双眼。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,那眼神依旧是有点目然,不过添了一份冷静。 围在他身边的众人,对上他这样的目光,同时心中一安。 精灵盯向一个剑客,那剑客连忙上前,把他慢慢地扶着坐起。 举手! 众人同时向精灵一跪,扶导在地。 而这时,庆君和药公等人大步踏入,他们一进来,便看到精灵脸色虽然苍白中透着青, 那双眼却是有着神光的,顿时心中大暗。 君上! 庆君和大夫们向精灵齐齐行礼,精灵缓缓地闭上了目光,徐徐地说着。 处人杀我夫人,欺我太善,精灵深感耻辱。 朱君,请允许精灵对楚实行家族报复。 家族报复,也就是说,精灵只带走进击是一族的私兵,不过上次精灵与秦一战,下秦三成,后来与楚一战,公至楚的腹地都是他带着展开的行为。 众权贵相互看了一眼,精灵说的是家族报复,并不需要动用全国兵力,他们没有反对的资格。 而且,君侯明显受创以身,若不顺应他的心意,只怕他撑不了这一关。 他们想到这里,包括药公在内,众人齐刷刷地一一,朗声地说。 君上,请保重身体。 这是硬了,精灵一动不动,庆君看到精灵那放在腿侧的手,还在紧紧地扣着地板,他扣得太紧了,那十个手指头,已经是鲜血淋漓,他心中不安,上前一步换着。 君上 精灵没有睁开眼,他面无表情,低沉地说。 不须惊慌,楚国不灭,骨,不会死。 扶骨起来。 两个势臂上前,扶着他慢慢地站起。 精灵转过身,在势臂的扶持下,他努力地挺直了腰背,艰难而缓慢地向寝宫的方向走去。 庆君睁睁地看着精灵远去的身影,突然转过头来,朝着众臣说着。 君上尚无子词,若有变故,如何是好? 他的声音中带着强烈的销索之意。 众人大惊,同时抬头看向庆君。 他说什么? 他居然说,精灵可能活不了多久,现在就要物色新的进猴人选。 不,如果没有了精灵,晋国想要称霸,不知要拖到何时才行。 不行,他们的梦想,他们的雄心,不能就这么放下呀。 妖公沉生说。 君上对那妇人已然辱仗。 当此之时,还是寻所妇人或寻找荣色相近这为好,或能截去此仗,便再无忧虑。 妖公还是不喜欢魏洛,还是称呼他为那妇人。 不过,他虽然不喜欢,却也认了,却也无可奈何了。 众人一一点头,妖公转过头,看上那个负责见识的剑客,恼着说。 我等白记隐藏,你,你都好。 他气得不知说什么好。 这个剑客,虽然是做剑客打扮,实际上也是一个事,可以说是文武双全。 这样的人,是精灵手下的重要时刻。 妖公虽然气愤,却也只能这么呵斥一句。 那剑客白着脸,拱着手,无言以对。 庆君在一侧叹着说。 此事到此,多说何意? 走吧。 夜深了,那势必不停地催促魏洛,要他去洗浴。 魏洛已经三天没有清洗,他也是身上油腻难受。 不过,他可不愿意为了干净,在这种虎狼之地行冒险之举。 因此,魏洛一动不动,任由那个势必怎么叫唤。 他把竹剑放在身侧,睡觉时,他也只是倚着踏,使自己处于随时可以清醒的状态。 魏洛知道,中山君定还是在打着自己的主意。 他若是真的当自己是镜侯夫人,此时便应该把自己迎回驿馆,以贵族之理向后的。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,他还不能松懈。 睡在陌生的床榻上,魏洛仰望着外面悠悠透射进来的月光,心思白转。 一大早,魏洛是被一群娇娇俐俐的女人嬉笑声给惊醒的。 本来睡得极浅的魏洛,当下从踏上站起,来到了沙窗处。 哼,昨天晚上,君上夜宿,两位姐姐怎能还起得如此之早? 哼,君上与抗君,可声蒙呼。 这个声音,是三个上等美人中的另一个发出的,那声音中,无不度议。 一个女子交拥的声音传来。 嗯,生蒙,倒是生蒙,可君侯与抗君一个晚上,都在念着那个什么镜夫人。 魏洛听到这里,脸色一沉,这个中山君不但没有把自己当成贵族,还色心不死,自己的话都说得这么重了,他竟然没有警觉。 外面唧唧喳喳喳的声音还在传来,那谈话的几个女子,一点也不介意他们所说的话被魏洛听到。 事实上,魏洛就算是听到了又能怎么样呢? 在他们的思维中,是万万不敢相信,堂堂晋夫人居然跑到深山老林中一个人待着,所以纵使魏洛再美,再有气派,他们也不相信他真的是晋夫人。 只把他的身份嘻嘻哈哈的当成笑话再讲。 魏洛皱省眉寻思了一会儿后,对着铜镜,整理了一下滋容和衣袍,然后拿着木剑,推开了房门。 吱鸭的一声,房门打开,嬉笑中的众女同时回过头来,看见是魏洛,他们又想笑。 可魏洛双眼一叮,众女急急收住笑容,低下头去。 魏洛缓缓缓走出院落,现在还是清晨,太阳刚刚出来不久,草叶摇晃间,露珠晶莹剔透。 魏洛向院外走去,他的势必见状一惊,急忙赶上来叫着, 哎,姑娘姑娘,你,你要去哪里啊? 魏洛没有回头,那势必伸手,急急地朝他扯去。 他的手刚刚伸出,魏洛回头,冷冷地喝着,大胆。 势必被他的气势所逼,心胆俱寒,苍白着脸,低下头去,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。 魏洛继续向前走去,这时,中山君还在睡着,他的剑客们正守在廊下,看到了这一幕,他们相互看了一眼,没有动作。 毕竟,他们的职责,只是保护中山君和中山君的进程。 再说了,中山君对美人可是最心软的,他们可不敢自作主张,要是激怒了那美人,他到中山君面前告上一撞,他们的性命可就难保了。 因此,十几个剑客相互看了一眼后,继续肃然而立,摆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样子。 魏洛跨出了院落,中山国是一个小国,他的工程都是按照岳楚之国的工程建立的,规模比这那两国可要是小得多呢。 魏洛只是一眼,便判断了宫门朝哪个方向开的,当下他大步地向宫门的方向走去。 宫中的士笔,剑客们,士,鸡,众人此时都是瞪大了双眼,傻乎乎地看着魏洛,看着他从从容容的向前走去。 走出二百步时,魏洛正面遇到了一对剑客,这些剑客是负责工程防卫的,也就是说,他们是管辖魏洛的。 他们看到魏洛静止走来,都是睁大了眼,一顺不顺地盯着他,一脸痴迷之向。 魏洛从从容容地越过他们,继续向前走去。 望着他的背影,一个剑客难难地说着, 另一个剑客也是身锈逝去了口水。 哎,如此绝大佳人,我若是军上,怕都不离了,晚晚欢好。 直到他走出了一百步,剑客中的小队长,才从痴迷经验中突然清醒过来,他朝着魏洛唤了一句。 魏洛回过头来,朝他冷冷一瞟,这一瞟间,目光高傲中带着微眼,那小队长一领,竟是说不出话来。 魏洛继续向前走去。 中山宫中,从上到下,都喜欢做彻夜之欢,这般清晨时,来往的人最是稀少。 饶是如此,此时此刻,魏洛的左右树林中,也是伸出了无数的脑袋来,他们都是好奇,惊艳地打量着魏洛,朝着他流着口水。 这些痴迷于他美色中的人,不只是有男的,还有不少宫女。 那小队长瞪着魏洛远去的身影,转头朝身后的众人问着。 此贵女何人也? 众人摇摇头,那小队长又是转头看见魏洛,见他离宫门越来越近,他皱着眉说。 不错,我去领报侍军。 侍军是他的上司,这时,魏洛的侍臂也是清醒过来,他急急地转头看向身后,想着另外几个侍臂颤声地问着。 这,这如何是好呀? 他是在问,他该如何应付。 一个侍臂最是机灵,他连忙说着。 嗯,且让君上做主。 然,这是好主意。 那势必联盟来到中山君的剑客面前,他朝着他们盈盈一跪说。 朱军,奴主自行出院,请领君上。 一个剑客大步地向房间走去,他走到房门外,头一低,插手朗声说。 领君上,忙所限制必是,自行走离远落。 嗯,嗯。 里面隐隐传来的,是中山君的轻横声,隐隐一听,还有抗军梦语。 那剑客声音一提,再次朗声说。 兵君上,忙所限制必是,自行走离远落。 兵君上、 anos。 这种,中山君含糊的,恼怒的声音传来。 太潮。 那剑客面不改色,他的声音再次一提,再度朗声说。 领君上,忙所限制必是,自行走离远落。 又是一阵异语和中山军的迷糊鹤马 康军突然惊醒 他在里面急急地问着 可是呢 金夫人 那剑客低着头插手说 然也 速速拦下他 金上之意 康军摇了摇睡得好不香甜的中山军 朝着他的耳边大声地喝着 下令拦截 中山军一惊 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 事情也没有弄清楚 已是下意识地应声喝着 拦截 那剑客得令 马上转身冲出了院外 他扯着嗓子 朝外面大声地一吼 速速来一下 速速来一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